太平区光荣里长张亚芳曾荣获友善动物杰出村里长奖的肯定 这天跟与台湾动物保护行政监督联盟召开了友善动物加户户口普查报告成果以及记者会 除了公开台中市首份动物普查报告书 也和李明一同来分享动物保护的现况以及友善动物的作为 要携手打造光荣里成为友善动物的幸福社区 居民将家里的毛小孩带到现场一起拍照留念 这天光荣里和台湾动物保护行政监督联盟联合召开友善动物加户户口普查报告成果记者会计座谈会 并宣布光荣里是全台第二份台中首份以李为主的动物普查报告书 光荣里是我们全国第二个就是以里长来做家家户户的动物普查 不是只有普查那个猫跟狗包括那个社区里面有养刺猬的啦有养老鼠的啦 有养那个蛇的兔子的通通都会做普查那当里长能够充分掌握整个社区的动物的情况的时候呢 哪一家的动物有没有绝育哪一家的动物有没有直晶片那这个时候呢在做动保宣导上效果就会更好 甚至也可以防止那个游荡犬的问题产生 根据农委会调查全台约有15万只的游荡犬恐怕会衍生公共安全卫生等问题 为此光荣里长张亚芳结合警阵系统展开了动物普查 确实掌握里内的犬猫数量并鼓励里民来镇养有效改善社区流浪犬猫的问题 每个宠物它也是有生命的而且看他们这样子在外面有的吃没的吃这样子而且又感染的病真的是蛮可怜的 所以我就是把它说做个整理就是说每户的人家谁有养狗 预防说以后它还会弃养然后我做了一个统计表就等于是动物普查 过去光荣里了浪犬猫高达六七十只时常有民众反应被狗坚相当困扰 为此就推动了宠物普查登记 更因此荣获了友善动物节出村里长奖的肯定 希望将光荣里打造成为友善动物的社区 记者中视听台中采访报导